所有的食物免费 so much 来都来了 我今天可能来到了假的加拿大 来到了真的印度 因为我现在身边全部都是印度的朋友 今天是4月份的一天 然后今天是在温华地区举行的 印度光明节的活动现场 这条街现在警察是封路的状态 然后两边都是印度族裔的朋友 在整个街上举办特别热闹的活动 气氛有一点点像咱们中国人过中国新年的感觉 据说这个光明节食物都是免费发放的 我很喜欢咖喱 比较自由形态的一个他们的节日的过法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游行 parade 然后印度的朋友们给人的感觉是 就是他们非常喜欢在节日的时候 穿上自己民族的服装 尤其是女生穿上的服装都比较艳丽 带有亚洲的这种神秘的感觉 这种感觉有点像咱们传说当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前到来 因为就是你走在这个路上 然后大家食物都是你免费吃的 刚才那个我们就是直接端着几份咖喱饭 他管你是谁就往你面前送 这个咖喱还挺辣的 尝尝味道就好 随手扔到路边垃圾袋 我现在整个人肯定都咖喱了 这道街平常是一条主要的街道要走车的 在今天这个光明街崩上路变成一个步行街了 走在这个马路中间还蛮爽的 两边人好多 今天配出的警察也蛮多的 两边都印度的音乐 现在已经到非常热闹的地区了 走到这一块才是真正活动最热闹的区域 走到这一块才是真正 这个活动最热闹的区域 走到这一块才是真正这个活动最热闹的区域 今天我们必须必须必须 所以 所以我说 我现在不在加拿大 真的是在印度 不认识 可能是印度的萧敬藤之类的 今天约翰说居然是可以实践上的 试试看 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所有的食物你都可以免费直接拿取的 比如说你渴了 可以拿一张吗? 谢谢你 这也不是公共汽车吗? 里边坐满了人 亚洲人太猛了 也不管到站没到站直接就吓人了 我要想进去就进去了 我太喜欢那种狐狸来的氛围了 这才是过街应该有的态度 这些小伙伴要认为你们俩人 这些小伙伴 这些小伙伴 就是小伙伴的小伙伴 我做小伙伴 所以你们在小伙伴 我做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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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外一个方面呢 Sco, estuv'ers by X 以后在旅游、王国在那里 对得够最好的 晓风 从另外一个方面呢 你也能感受到加拿大真的是一个包容 并且多元文化的国家 能够接受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同时不光印度 加拿大这个国家也是对世界上许多的国家 都欢迎、开放、移民、接受的一个国家 来都来了,就多吃点吧 又跟他要了一个纯印度式的鲁鲁 跟刚才那个味道没有任何区别 我发现了,印度的朋友就是食物 里边搁上咖喱 最后就是各种不同的食物 所以,你们如果住到印度朋友的家里吧 天天就准备吃咖喱吧 今天应该是我来到加拿大五年之内 见到印度鸡的朋友最多的一天 感谢你收看今天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治愿了苏妻 苏妻 苏妻 现在是苏妻 幸福苏妻